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無巴 今天跟大家喝早茶 這間酒樓是今年年初新開張 剛巧遇上第五波疫情 他們都算蠻黑 上網查看資料 這間酒樓好像蠻抵食 因為他們的優惠點心 12.8 點心拼盤 18.8 孖寶 30.8 事不宜遲 立即跟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無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和鼓勵是無巴的精神食量 首先照舊看看OpenRide 剛剛都有說到這間酒樓開了不久 所以他們的評分只有兩個 不能夠作準 去的方法亦很簡單 大家乘地鐵去到南昌站 在A出口出 我會建議大家經過VWalk 一直走去海達村方向會有一條天橋 大概走五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我們今次要去的酒樓 雖然這間酒樓是屋邨裏面 但這個商場是開放式的設計 今天我拍影片的時候 剛剛打完風 站在這個位置都蠻吃風的 大家可以看看廣告牌就知道了 大風到暈 不過就這樣看這個優惠 好像蠻吸引 實在太大風了 立即進入酒樓 在奪完安心出行之後 士英姐姐就給我這張記錄卡 之後她就說 隨便進去找個位置坐下就可以了 這間酒樓的裝修都算不錯 周圍都是落地大玻璃 所以他們的採光度都不錯 而入面就因為新裝修的關係都算舒服 不過桌子和桌子之間 我就覺得擺得太擠了 我這張四人桌 右手邊已經是另一張桌 酒樓亦沒有用任何桌布 所以吃一吃桌面都蠻濕的 搞到我好像去了大排檔的感覺 而餐具都是中規中矩 正正常常的 坐定之後就要看看她的點心紙 早茶是由早7時至11時55分 原來的優惠點心 12.8只有一款上海菜肉包 拼盤寫了有蝦餃、雞包仔、粉果、薑汁糕各一件 其餘的點心就13.8起 都不算太貴 正常都是十多二十元就有交易 而點心紙的右手邊就是Mabel 33.8已經可以解燒賣王 樓下選擇多一款點心 牛肉球好像很吸引 下單後我連口罩都未脫 記得要先洗碗筷 雖然我是自己一個人過來喝早茶 不過我也很乖地洗工筷 很快就來了我湖普里 它是用散莊的茶葉 我沒有叫到特隆,味道都很不錯 有一種舊舊的普里感覺 我也挺喜歡喝 整個早茶我都不自覺地喝了兩三壺 第一樣來的點心是鹹魚肉餅飯 價值13.8 就這樣看份量都幾多 它的不鏽鋼兜差不多是佈滿了整個蒸籠 姐姐來點心的時候還幫我加了少少少豉油 肉餅的調味都很好吃 雖然它不是太厚,但都足夠拌整個飯 鹹魚是梅香的,加了少少薑絲痞腥腥 不過它的飯就好像落得不夠水 偏硬的 整體來說,如果是兩個人分享來吃的話 都挺滿足的 其中一樣吸引我過來的 就是它們的四式拼盤 價值18.8 就有蝦餃,雞包仔,粉果,薑汁糕各一件 看得出是新鮮蒸氣的 全部都是熱辣辣的 看樣子都挺帥 這個拼盤就適合一個人過來喝茶 又或者不是很大吃 各樣東西都想試少少的朋友 第一樣吃的肯定是吃蝦餃 它的皮很薄 裡面有很多很大隻新鮮的蝦 豬肉的比例相對比較少 夠爽口和鮮甜 雞包仔就是正常的尺寸 蒸得都很漂亮 它的包的外層還是很乾身和軟熟 吃下去也不會太黏牙 雞包仔裡面有薑汁和薑絲 少少辣辣的,感覺很豐富 裡面還加了一隻蝦 馬上整個感覺好像豪華了 平時毛巴是比較抗拒吃粉果 因為經常覺得很乾和很大粒 但這一塊都頗不錯 細小粒之餘粉果的皮很鮮韌 餡料的冬菇、蝦米的味道很香 沙割、唐芹爽爽脆脆 整粒的感覺都很濕潤 千層薑汁高質感很鮮韌 有些薑汁味但不太辣 這裡最便宜的點心 上海菜肉包我都叫做一龍 價值12.8 就這樣看都算不錯 起碼三個包都是漲漲漲 佈滿整個蒸籠 菜肉包的大小都是正常的 餡料都不算少 也不會因為它是最便宜的點心而偷工減料 不過個人喜好的話 剛才的雞包仔味道更加有層次 更加適合我的口味 我叫了一個孖寶 是燒米和牛肉球 價值33.8 牛肉球有三粒 加了少少劫汁 都頗大粒 咬下去的口感軟熟得來很彈牙 對比坊間的山竹牛肉 它們的馬體比較少 如果多一些有爽口熟熟的感覺 整體會豐富很多 馬寶的另一個點心就是燒米 肯定是人手做的 因為四粒的高矮都是不一 現瘦橫肥就什麼都有 而它的餡料有豬肉 蝦和冬菇 但口感很有趣 除了它們的蝦比較大粒之外 裡面還有些豬肉粒 不是全部都是面子豬肉 即是好像西式的薯蓉 咬下去會有不同的層次 不過吃燒米淡淡肉 放入口就肯定滿足 很快就吃完幾個點心了 就拿了剛才那張登記卡出去埋單 這裡的茶戒就八元一位 而且毛巴今天不太在狀態 所以就叫了一個外賣盒 那就打包了點心回家做下一餐了 埋單價就九十八元 其實這個份量絕對足夠兩個人吃 除開每個人都是五十多元 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到最後就是毛巴的食後感 這間酒樓真是一間街坊食堂 早茶的價錢不算貴 所以見到有很多街坊在打等 即是一個人坐四人桌 慢慢看看報紙、嘆喝茶那些 酒樓的出品都是中上應有的質素 自己或朋友住附近的話 過來喝茶都可以 但要特意坐車過來的話 就應該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邁向六萬訂閱就靠大家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